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开心国外号肥肥的沈殿侠吧 多才多艺的她却因患肝癌造势了 而如今她的亲生女儿 郑心仪似乎像急了她 曾经减肥成功的郑心仪 现如今又反弹回去了 完全继承了母亲的细胞 1987年5月30日 郑心仪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其父母为中国香港多妻艺人郑少秋云沈殿侠 由于其父母在其幼稚里异 郑心仪由母亲沈殿侠抚养 从小 郑心仪在加拿大温哥华成长及接受教育 直至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后又转到加拿大安大略省 京士顿的女王大学继续学业 沈殿侠在娱乐圈被人称为大姐大 主要是因为她人脉极广 在娱乐圈很有影响力 她用情专一亮上郑少秋 至于沈殿侠和郑少秋的婚姻 网上流传很多说法 很多人认为是郑少秋 为了出名上位而结婚 又有人说 郑少秋是被人用枪逼着和沈殿侠结婚的 众说风云 唯有当事人才知道真相 不过沈殿侠对郑少秋的感情是有目共睹的 两人在1974年相恋后 很多朋友即使并不看好他们 因为从外表上看 两人就差距明显 怎么劝他都不行 他就是喜欢郑少秋 他那时在娱乐圈已经很有地位了 他就到处推荐他 最终动用人脉为他争取来了 书建恩仇录的男一号 郑少秋也因此走红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 口 却以第三者观金华的介入 沈殿侠与郑少秋于1989年离婚 沈殿侠曾经对郑少秋说过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由建肥姐对邱关的用情至深 郑少秋有如今的成就和地位 沈殿侠的贡献可谓是巨大的 只是天意弄人 狼才女不貌最终还是不能走在一起 2008年肥婆沈殿侠逝世后 外界都以为遗产已全部由女儿正心一家下 沈殿侠遗产协议报关后 实际上并非如此 沈殿侠在临终前 与郑欣仪达成协议 找律师立下遗嘱 规定欣仪要35岁后 才可动用遗产 之前她每月只能从基金中 提取约2万元的生活费 沈殿侠的死 也把郑少秋给推到封口浪尖上了 顿时骂声一片 郑少秋也被贴上了父亲汉的标签 然而是非曲直真当难辨 沈殿侠曾问郑少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 今天借这个机会问问你 你只需要回答yes或no就行 究竟多年前 你有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郑少秋略加思索后认真的说 很爱你 此言一出 沈殿侠立刻泪流满面 郑少秋曾经接受采访说 我很早就跟他说过 有需要就找我 我可给他零用钱 女儿如果不靠爸爸 还可以靠谁 真是傻乎乎 又不懂照顾自己 郑欣怡曾经一度穷到户头 剩约104元 但他却咬牙坚持不肯向父亲正少求求助 因为他要谨记母亲林忠一言 要他做个有用的人 要他工作 不可以拦 事实证明 郑欣怡做到了 她想及了母亲的性格乐观积极 如今自己的事业也有很好的发展 虽然沈殿侠留给郑欣怡一大笔财富 但是郑欣怡自私其力跟父亲郑少秋 也早已冰释前前了 父女俩还经常一起合作表演 一起出去游玩 如今郑欣怡虽身材走样暴肥 但只要做到心态好 乐观向上照样有着精彩的人生